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集回顾大联盟百万分之一发生几率时刻第六弹 这位球员在新任年第一场先发就投出吴安达比赛 却在那场先发之后如流星般离大联盟赛场越来越远 他就是Bobo Hollowman 1952年休记 Hollowman加盟精英队前身胜入于布朗队 并在1953年4月18日出登板后援出赛 后来在后援的三场累计5.1局自责分率为超高的8.44 但有趣的事情来了 不管成绩再差 Hollowman依旧不屈不老的认为他应该先发 他相信只有在先发的角色上可以展现他的威力 当时布朗队的老板Bill Vick说 自从开季以来 Hollowman每晚都会敲总教练Martin Marianne的门问说 什么时候让我先发 因为让 Hollowman先发是唯一让他安静的方法 总教练Marian才勉语同意 而 Hollowman似乎在那场比赛中用光了棒球之神给的好运 布朗队的野手也在那场比赛 又是在拳链打墙前单手跳街 又是在内野跪街没收安打 还有飞球在拳链打标杆前已挤因此出界 也有球卡在 Hollowman的手套被继承失误 布朗队老板Bill Vick干脆直接说 这次史上最奇特的无安打比赛 整场比赛球一直被咬中 但就是可以被好运气以及精彩手臂救下来 BoBo Hollowman是现代棒球唯一达成第一场先发就无安打的投手 遗憾的是 Hollowman接下来两个月表现都不太稳 被下放小联盟 此后更从未在大联盟投过球了 不过他已经留下足够缩嘴一辈子的事迹 2013年8月10日 小伟泽后援投手JJ Pooze 久局上登板 一出局后 面对大都会打者Justin Turner 正当他要投出第一球之前 突然来自于Molly Clue的歌曲 点燃我心 Kickstart my heart 开头震撼的电吉他声 让Pooze加到出手 节奏乱掉 把球往地上砸 小伟泽主场音控人员赶紧承认错误 这球背叛no pitch 无效投球 球数还是零好零坏 幸好这球没有造成Pooze受伤 但可能是惊魂未定的原因 Pooze加一颗尸头偏高的外角输球 被挤出二雷安打 最后并未失分 2018年6月1日 5局上洋鸡打者Glabor Torres 急出左外野边线车步边 强劲滚地安打 Torris一路快马加边往前推进 希望能跑出三雷安打 结果精英队左外野手Trey Mancini 传给三雷手Jazz Peterson的传球 就找了几公分道 触杀了Torris Torris就慢这么一点点的原因 可能就是他左脚的鞋子跑飞掉了 形成鞋子飞舞在空中的经典画面 Torris 赛后也坦承 有让他的速度放慢了一些 看一看他的鞋子 那他走 他失了一点点的缺乏 2016年8月27日 8局上天使打者扫出一支 越过老虎队一类手Miguel Cabrera 头顶的右外野边线二雷安打 看似平凡其实不简单 因为这球一开始的弱点其实是在界外 最后靠着左打者拉打制造的左旋 在空中转回界内 Miguel Cabrera也敏锐地观察到这点 手指着怎么不盼界外 但这也是棒球规则有趣的地方 球只要过一三雷后还在线内 或通过雷包上方就是界内球 2011年9月13日 白瓦打者AJ Persinski 的插棒界外球 直接重击老虎捕售Alex Avila 的面罩 也让Avila 缓了一下 但重点是打中瞬间有非常明显可见的火花冒出 所以有趣的问题来了 到底Avila 本人有没有看到火花呢? 答案是Avila 是记者去问他后 他才知道有火花 他当下根本没看见 看到画面也是嘖嘖称奇 接下来是另类长球三部曲 2014年5月12日 Matt Dominguez 集出中间方向滚地球 游记兵二类手Lugane Odor 准备处理船接 但球在他面前一个不规则的弹跳之后 突然就不见了 答案揭晓这球钻进球衣中了 只能慢慢拿出来 这样的奇遇 两神说我也略懂略懂 2012年9月21日 林姆尼朗打出投手球前一个弹跳 直抄投手Jerold Parker 而去 Parker 摆出手套要篮下 但这球插过他的手套 直接钻进了球衣内 不过Parker 不像偶斗 第一时间没意识到球跑进球衣 而是想要掏出来船一垒 却怎么也掏不出来 眼睁睁看着浪神上垒 接着这球找掩护的方式更是难得一遇了 2006年6月18日 美国队长Devi Wright 打出左外野方向 接近左外野手Eddie Rogers落地的安打 然后这球就不见了 甚至看不清楚这球到底怎么进去球衣的 可能是不规则弹跳直接一颗星钻进球衣背面 不过这球记录上是只能推进一个累包的一连安打 只有三连跑者Jose Reyes可以回来得分 2011年4月28日 气局上两好三坏满球数 正当宁美朗专注准备面对下一球 一抬起头突然一颗球朝他飞过来 打到他的右手上臂 因为根本不是打席进行中却被触身球 让浪神难得露出非常傻眼的表情 答案揭晓原来是老虎队投手Brad Penny 因为要换球把旧球往本内丢 结果手一滑砸上浪神 Penny也有举手质疑下 很快误会就解开了 伊朗也笑了笑继续打席 2016年9月2日大度会主场迎战国民 一句下首棒Jose Reyes打击 投手是AJ Cole 两好球之后一颗内脚腰带附近的滑球 Reyes出棒破坏打成界外 只见这球弹往优打者打击区 然后原地如旋转陀螺般打转 但球皮已经被打破掉 看着Reyes眼睛瞪大像同龄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同样把球打破了还有Martin Modernado 2014年4月18日亮酒人做客必至宝出战海盗 六局上艺术局二雷友人 Mernado打击面对投手Charlie Morton 一好球之后一颗红中位置进垒的二逢生卡球 Mernado击出三垒滚地球 三垒手Alvarez接到球船一垒 球飞到一半就没力掉下来 然后没什么动力滚到一垒手手套 当原本该会是被刺杀的Mernado跑出内安打 一垒手Gaby Sanchez捡起球后发现 原来是球皮严重脱线 几乎四分之一球皮破裂 使得球没办法飞行到位 三垒手Alvarez接到球时就已经发现破裂了 还想尝试传一垒 果然还是到不了 2010年6月13日 央记主场迎战太空人 一局上太空人进攻 一出局一二垒有人 打者是Carlos Lee 投手是Phil Hughes 一好一坏之后 太空人队下打双道垒 此时不舍Hoje Posada接到球传三垒 球出手却刚好打在Leed的棒子上 然后球反弹到一二垒间 一垒手Mark Teixeira赶紧过来捡球 然后叫暂停 避免跑者继续前进 2014年7月27日 道琪队出战巨人队 五局上道琪一出局 快腿D Gordon在一垒 压师又扑一个打击 投手Jack Peebee 一好两坏之后 投了一颗外脚稍低的诉求 此时不守Buster Posey 回传给投手时 球眉拿好手勾到球 传了一个很偏差的滚地球 朝向Peebee右侧滚过去 Peebee见状立刻飞扑拦截 避免跑者Golden 趁机推进二垒 Posey赶快冲上投手球 一脸尴尬的跟Peebee道歉 为何箭载可以让林武一朗 两度打出本类前定干球 在此之前感谢并说明定干画面引用至YD频道 Gimmy Wang 关键的决胜球投出 真的非常夸张 急球碰地后只弹高几公分 球就不动了 86麦应该是头补用快速直插球掉一朗 普手后黑Pasada轻松捡起就躺在面前的球 传一磊刺杀一朗出局 我们先来听听看播报源跟球评怎么解读的 你应该会把他踢到最后的球 Danny有那种坡的坡 Danny Cunningham的坡 Danny Cunningham的坡 王健民第二次让一朗定干是在2008年5月25日 而且就是开场第一球 这次多弹了一下 不过也是几公分的高度 这次的决胜球就是剑载的王牌升卡了 一朗这次干脆不跑了 直接等着被捕手Jose Molina猝杀出局 第二个原因则跟一朗的攻击形态有关 一朗打出这种本类前直接被捕手处理的软弱滚地球 不多但也并不罕见 无论是对像剑载一样的升卡或是滑球曲球都打出过 因为一朗的核心击球概念 是靠着极为优异的手眼协调能力 尽可能打到球 再靠着精准的棒头控制 把球打向内外野的布阵空隙 所以他很依赖用接近棒头的位置击球 不过用棒头击中球相对球的受力就会比较少 这种打法灵活度很高 但相对大部分的挥棒不是追求强力击球 如果又刚好碰上剑载这种下坠很急很重的球路 打在棒头又切到球的上缘就会形成定杆的状况 毕竟让一朗打在本类板前的投手虽然不少 但王健民球路伪劲变化更晚还有球值 让朗神定杆定到最高点 不过这边有一个定杆确实更夸张 2022年8月28日 守护者内野手Ernie Clement在3A打复健赛 这球应该是除了打在棒头没有什么力量 本类前的红土应该是后来才补上去的特别松软 所以直接让球没有任何弹跳 直接牵进去土里有三分之一颗球这么多 Clement自己也跟队友无奈苦笑了一下 我看你这个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